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请问各位哦 我请问各位 如果说你单纯就盘中的突破跟跌破 它是不是往下跌破平台仅限的一个所谓支撑 可是当它跌破平台仅限的支撑后 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朋友 有很多投顾老师跑去放空 结果呢今天马上又被嘎嘎嘎叫 所以再来一遍 基本上我一再跟大家强调 为什么你们是需要在第一时间 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就只有两个非常简单的原因 第一个主力作手它永远真的永远都比你早知道 第二个原因就在于说 现在台北股市充满了到处的一个所谓片线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报告过 为什么台北股市的片线会这么样多 因为很简单 最主要的逻辑就在于说 台湾是拥有全世界第一个国家 拥有州选择权 台湾的一个所谓期货交易 是全世界排名第二个国家高达18个小时 那我请问大家 当所有的外资当所有的主力作手源源不断 因为台湾是个金融开放度非常高的国家 他们来台湾的情况之下 你认为你用KD赚得到钱吗 你认为你用MACD赚得到钱吗 你说老师 你今天真的有预告主力心态多吗 看清楚哦 9点24分的时候 我跟我会员预告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就一口气涨50天 甚至于在Lite 8 我请问大家 为什么你们抢着要进来我们的Lite 8 因为我说过了 我的Lite跟一般头裤老师比较不一样 一般头裤老师很怕他的Lite没有人知道 所以说他会在他的一个所谓测标上面 写他的Lite 8的网址 可是就我的一个所谓角度啊 市场上95%的人负责输 我只愿意当那5%的一个所谓赢家 更重要的一个所谓重点 我的Lite 8不是像一般头裤老师 盘中不断在做生意 看清楚哦 这今天早上9点30分 我说目前大盘心态它是多 代表有人还是强烈的一个所谓互盘 有没有看到 昨天的一个所谓新太空跳水 就新太空从空转多的情况下 今天台北股市有没有一路往上拉上去 这再一次证明主力心态的一个所谓重要 好再变 那么今天是礼拜五 它同步收周线 也同步收一个所谓的月线 那么我不知道投资票 你有没有这一个所谓的感觉 那下一个礼拜我们先不要管7月份下一个礼拜行情要怎么样走 可能很多说夏小师啊 目前看起来 日线的KD出现了一个所谓死亡交叉 而且今天盘中呢还跌破10日移动平均线 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说你用你的KD用你的RSI用你的MACD真的能赚钱的情况下 我举个例子哦 当时在6月9号的时候 6月9号在这边 你认为台北股市会有这300点的一个所谓下杀吗 我讲坦白的 如果我不懂的一个所谓价格的观念 我认为不会有 当它往下杀 我可能想说跌破10日线没有关系 往下还有一个月线的一个所谓支撑 这是你们看的线嘛 我现在是用你们所熟悉的一个语言 就等当你看到跌破月线之后 你会不会认为呢 往下还有季线支撑 可是来到季线还有200点的一个所谓距离耶 那我请问各位 你撑得住吗 这是为什么我一再一刻都强调 人家主力做手的操作 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再来一遍 6月9号的时候 有没有人告诉你主力在放空 6月15号的时候 有没有人告诉你主力反手在做多 老师真的有这么样神吗 来马上验证给你看哦 6月9号礼拜五的时候 预告主力心态 它是个飙飙准准的空 结果收不上217 导致于6月12号台北股市跳水 主力心态空 收不上217 台北股市跳水 9点49分预告心态空 13号一样心态空 14号当台北股市跳空开高 跳空开高 你们以为要开高走高 就要往下对 主力心态是个飙飙准准的强空 结果呢 台北股市在6月14号 有没有收在一个所谓最低的低点 等同于6月9号主力就在放空 6月12号跳水继续空 13 14一直放空 所以说你看到那一根长黑K棒 结果来到15号 因为这是过去的东西 我就讲快一点哦 15号的时候 我跟你预告 补空反手做多 所以就来到16号的时候 16号 16号 15号是一根量缩的一个十字棒 我跟你预告 补空反手做多 那时候没有人敢相信 就一口气大涨500多点 来到16号 再一次加码爆料 主力心态 还是个飙飙准准的多 结果当天 有没有收在099之上 讲到099 恭喜大家一个好消息哦 我们下个礼拜呢 我们在非凡的一个所谓商业台 新闻台也是有连线的 那我们先以商业台为主 因为商业台是每天连线 我们要开始展开一个所谓连线哦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在第一时间 知道人家主力作手到底是多还空 你想知道关键价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 非凡三叶 非凡 非凡 非凡三叶台的一个所谓盘中的 一个所谓连线节目 因为你是需要知道 第一时间的主力心态 你是需要知道周线月线关键价 就像6月16号的时候 心态它是 心态它是一个标标准的很多 所以说收盘收上 10099的一个所谓周线关键价 就收上之后台北股市 有没有展开500点的一个所谓大涨 不管包括923号 9点23分 6月19号 当时10点11分在LINE8跟大家预告心态多 礼拜二上个礼拜一样预告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9点59分 来到礼拜三的时候 9点08分预告心态多 9点44分在LINE8持续预告心态多 这是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最主要原因 因为没有主力心态 你会以为按头要崩盘 结果呢礼拜三 你有没有直接被嘎到一个所谓天花板 同样在礼拜三跟你预告282.8 它是一个所谓周线的一个所谓关键价 来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跟你预告总算等到的一个所谓的回档修正的机会 可是周线保证之下 保证红灯之下 所以说你还要做多 来慢慢的解大盘 你们很多人都以为 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就只会验证 基本上我这一个人 我的节目不会跟你如果来如果去 在这里在那里找小明 我的节目永远是给你 非常斩钉截铁的一个所谓的预告 那基本上来再想一遍 6月9号 6月9号 6月9号到6月14号 主力每天都在放空 那为什么那一段会跌得这么样快 因为很简单 它不只主力新太空 而且6月9号的那一天 它的周线是个标标准准的绿灯 那同样的 这一波为什么会有一个所谓500点的上涨 因为很简单 在上上个礼拜五 它收上099的一个所谓空方防守价 而且周线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红灯 那不然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也跟你预告周线持续红灯 好 我先回答 今天很多light at的一个网友问问题 老师 今天大盘月线红灯 周线绿灯 那会不会崩盘 尤其美国三大指数 昨天都藏黑K棒 基本上 你除非你有在告诉我 你在做美棋 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每天在分析美国股市 你分析对 好分析对 好准好准好准 前天你就认为美国会大跌 好 那你去做美棋 相信我 等你去做美棋的时候 你一定会赔钱的 我是说台湾 你先把台湾给做好 连台湾你都看不懂的情况之下 你要知道哦 我就举个例子 SNP 小SNP 小而已哦 它一天的成交口数是160万口 那你如果说连台湾这种20万口不到的 你都做不赢 你认为160万口你有办法做赢吗 好再一遍哦 那么周线红灯就大涨 周线绿灯就先往下杀 那老师啊 下个礼拜一 美国跌那么多会跳水 错 还有不一样地方 我慢慢讲下去 好慢慢讲 我慢慢讲慢慢想哦 今天我来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上个礼拜五我就跟你们预告 总算等到回档纠正的机会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 我会不会跟你预告 礼拜一会开低会走高 为什么要开低走高 因为很简单 时间它是先空后多 没错吧 麻烦自己掉上个礼拜五的 一个所谓重播带 我们YouTube里面都有 那我们YouTube的话 如果说你要搜寻我们YouTube的话 你可以搜寻未来事件簿 你搜寻谢温也许搜寻不到 搜寻未来事件簿 你就搜寻得到 这是为什么礼拜一 这个礼拜一9点54分的时候 你可能说哇100点 没想到100点之后 还有再另外一次的100点 好 就来到礼拜二的时候 礼拜二的时候 10点03分 我有照相给你看哦 10点03分 主力心态它是由多转空 LINE8的投贴在这边 礼拜二10点03分之前的动作 就是9点19分 我也没跟你预告 我多单全部出掉 然后反手放空 不好意思你LINE8没跟你预告 因为你不是我会员 可是我有照相给你看 我有照相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 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 由多转空 礼拜一跟长虹K棒 礼拜一跟十字棒 应该不会跌吧 就礼拜三有没有大跌 礼拜三有没有大跌 我礼拜二已经跟你预告了 9点19分 多单全部出掉 反手放空 就礼拜三有没有出现大跌 那更重要的重点 我还是建议大家 全方位360 我建议 里面还包含非常重要的 一个所谓钓鱼技巧 为什么你要学习钓鱼的一个所谓模式 我请问各位 今天台北股市开低走高 难道主力做手没设计过吗 那为什么礼拜三台北股市会一根海坚棒 因为我在礼拜二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预告主力心态有多转空 难道主力做手它没设计过吗 这是让大家one stay ahead 真的有些人说我讲话太激动了 可是问题如果激动能激起你心中的一些所谓的漣漪 我觉得是值得的 跳快点 还没收取课表真的快点 把课表也收取回去 为什么礼拜二 为什么礼拜二跟你预告礼拜三 为什么礼拜二跟你预告多单出掉反手放空 因为很简单 它连565 主力心态空之外 连565都没碰到 那我请问各位 565会不会算 会不会算 那同样的昨天 昨天跳空开高往下回撤 为什么9点41分会拉着30点 因为很简单 它刚好来到了一个307的一个周线的关键价 那为什么今天要跳水 因为很简单 昨天收盘 你有没有收上434的一个所谓的日线关键价 而这些东西我在你们Lite 8里面我都有提 所以说如果说还不是我们Lite 8的一个所谓用户 或是你想了解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在商业台的连线时间 广告中的电话一定要把它拨通 好 来刊除哦 我们开始解大盘哦 这是今天9点19分 9点19分 老师啊我Lite 8没收到 不好意思啦 那个是Lite的一个所谓会员 慢慢讲下去哦 9点19分我就跟他预告心态他有空转多 有空转多 这叫有图有证据 有证据 然后呢来到9点24分的时候 我告诉我所有的会员心态是个飙飙准准的多 所以做多 就一口气往上涨了50点 然后来到9点30分 9点30分 你们的一个所谓Lite 8 这叫投贴 不是在里面跟你做生意啦 我讲坦白的啦 谢 我举例 徐验生说 徐验生说 谢老师啊 我都没有看到你今天Lite 8 一个所谓心态多耶 我说 不可能 那你要打电话去问Lite公司哦 他说老师啊不是这样子啦 我里面有20几个Lite 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有读哪一个没读 我知道有的叫泡枕啦 有读没读我是不知道啦 那我只给大家一个所谓建议啦 没有用的Lite 每天在那边做生意的 然后涨上去的时候跟你讲买最低 然后跌下的时候跟你讲卖最高 我问大家 10点 9点30分我就跟你预告了哦 9点30分我就跟你预告了哦 9点30分我就跟你预告心态油空转多 那这样子一涨 一涨 有没有涨30点啦 有没有涨30点啦 没有用的313啦 那会害到你啦 好啦没时间撩你了 来解盘啦 这个是今天早上的盘前稿 因为时间比较不够 我们要念快一点 包括加权台联系台07 他们越关键价 所以说这三个他都越线红单 可是OTC没有收上136.2 而且周线关键价落在443.78 有没有收到今天拉尾盘 有没有收上43.78 并没有收上好 那并没有收上的情况下 我们开解盘哦 看清楚哦 那么这是今天哦 这边1.05分 我传给你们的LINE 来我们直接看下面比较快 下面比较快 我说日关 建桥 我管你这么多啊 我没有这么多时间 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 358.54 那我请问各位 今天收盘有没有收上358.54 可是这一个行情 礼拜一的时间 先空后多 忘了写 不过礼拜一拨重拨待就好了 所以说你要掌握那一个回档的一个所谓机会啊 谁跟你讲礼拜一会跳水 不一定哦 不一定哦 因为今天大盘心态它是多 已经解完了 好那重点就在这里 我们大盘月线红灯 OTC绿灯 然后周线绿灯 那面对这么样复杂的一个所谓的行情 到底要怎么拿捏 很简单 我们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全省的一个所谓巡回讲座 你无论如何 老师啊这张后面什么 哦 礼拜一啦 不要太吓不吓了啦 全省的巡回讲座 你无论如何 你绝对不能错过 因为在两个不同调的情况之下 尤其你操作股票的 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我在节目当中这边测标 你看我手还故意穿出去的 我能做到股票不用遮 全宇宙没有这样的老师 我请问各位哦 月线绿灯的股票要再看一遍吗 6223的旺季 623的旺季 今天跌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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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大宇宙就不用讲 就不用讲 今天直接跌停 月线红的股票3653 3653建策 今天有没有拉尾盘 有没有拉尾盘 有没有拉尾盘 3105稳帽 今天有没有拉尾盘 我有跟你讲哦 股票不用遮 这四个字 不是很好玩的 更屌的地方 连多空防守价 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预告 所以说 如果说你有持股上面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你把它带来会场 甚至于我们会场 我们还会教大家一招 所以说你不管是住在 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花一年嘉义 尔兰比 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 全省的一个所谓巡回讲座 绝对不能错过 好 我们这采取一个所谓小班制的 记得打快利用光线 拨通电话进来 预约报名 我们全省的巡回讲座 顺道去问一下 下个礼拜 我们盘中连线的一个所谓最新时段 冷气稳好 谢谢 我们冷气稳好 都会把你拼得清晴溜溜 装好冷气打扫环境 是基本的吧 像只要买冷气 还送高智能扫地机器人的 就只有灿昆了吧 可以365天智慧清扫 天天为你扫 让你没烦恼 灿昆空调 买酒送高智能扫地机器人 再享十年免费延长保固 选灿昆 你安心 华信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 长期布局 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 策略选股 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 专业 诚信 负责 支付专线 022392 3988 计时开始 计时开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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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好风味 明亮好视野 适合全家大小 请上网搜寻长春乐活乐视机 长春乐活 飞凡商业台 永远是您的最佳战友 准备好了吗 要不然您抬我 不是啦 要你看58台的 想看我吗 还是看我 不 是看飞凡吴彦祖 才不是啦 是要看芽芽的新节目 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行善布施这条路 我讲坦白的 我的节目可以花5秒钟解大盘 可是行善布施这条路 我们是绝对不能中断 那我一直很自豪的地方就在于说 全宇宙没有任何的一个所谓节目 都是一模样 包括新闻台 商业台 财经台 都是一模样 没有任何一个人在 请大家要懂得行善布施 就只有我谢文恩 跟我的会员 不断去执行这样的事情 从昨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所谓修缘育幼院 再从修缘来到安德烈慈善协会 再从安德烈来到我个人的一个捐款 我今天呢总算因为我是每一个月月底捐款 我总算找到我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啦 这几年第一次的捐款单据 是在前年的一个所谓七月份 那时候我捐只捐两千块而已 那我现在已经养成的习惯了 我一年的一个月大概是捐一万八 不是大概就是一万八 一个月的月底我都捐一万八 所以一年我总共捐了21万六千块 老师啊 你贪这么多 拜托耶 我只捐的薪水三万块而已 我捐一万八块出钱 只三万块是美金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公申起来啦 公申起来 那这是今天的单据 不要说我叫你 我都叫你们捐 然后我没捐 谢谢你们的爱心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们 今天六月三十号 那么一样 这边我非常感谢会员你们的一个爱心捐款 就是因为由你们而成就了我的一个所谓准确度 自己想想看 今天我今天几分给你赖黑 我都忘记了 叫老师不要吃那么多松弛剂 松弛到脑袋都忘记了 我今天好像9点多给你们LINE 我们是9点18分 先通知LINE会员 9点24分 告诉会员心态他是多 那你们在9点30分 所以说我的LINE 8这么要的重要 你还不想尽办法进来 那你简直就是 no medicine can help 大盘音节完哦 如果说老师我听不太清楚 那没有关系啊 你可以看我们的一个重播带 可是还是老外句哦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一个所谓投资讲座 世界无敌的一个所谓重要 因为牵扯到大盘月线红灯 OTC绿灯 大盘周线它是一个绿灯 那接下来到底该怎么样做运行呢 还有个股上面的一个操作策略 我请问各位啦 我为什么能做到股票不用遮 那为什么所有老师股票永远就这样遮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遮起来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会涨会跌 那一个老师如果不知道会涨会跌 虾子摸大象 那你看我节目就好 你根本不用参加任何投顾老师 我在节目当中 有跟你讲一缸子的股票吗 绿灯就是绿灯 红灯就是红灯 废话不多 523跟大家预告4906正文 没错吧 啊就郑文有没有哇 这边给你预告 碰一口气掉下来 来到了 啊结果呢 不是来到了 啊郑文 我请问各位要分清楚哦 要分清楚哦 所以说哦要怎么样学这些所谓月线关键价的使用技巧 就只有这次演讲 听清楚 就只有这一次北中南的演讲 不管在台中 新竹 嘉义 高雄 台南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就只有这次演讲 我请问各位 郑文今天有收大于30.42吗 啊如果你不能来的 我给大家强烈建议 想办法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因为当你下载完我们软体的时候 你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郑文的主力作手 到底在做多爱方 你可以知道一档股票的一个所谓月关键价 老师真的有这么样重要吗 你下载完之后 啊手机 手机 手机 手机忘了带 你手机直接去点主力心态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每一档股票主力作手的一个所谓方向 要再讲一遍吗 第一天上非凡 就是在上个礼拜二 我很鸡婆 6月20号 我预告 6488 6111 6223 月线全部都是绿灯 当时6111 大宇姿还在195块 算了啦 不要让人家伤口撒盐 那是不道德的啦 我是觉得说 没有啦 你要了解那个逻辑啦 我知道今天很多投入老师 会在节目当中骂大宇姿 我是觉得说 如果说啦 以我个人的评断 那叫畜生啦 真的 那畜生嘛 等跌下的时候 你在别人的伤口撒盐 那不要当老师 真的 那不要当老师 那太烂 那叫烂老师 那重点就在于说 你要怎么样避免 很简单啊 你自己看大宇姿 人家的主力心态 游空转多 从135涨到245 那心态游多转空 游多转空 游多转空 还标记245块钱 就大宇姿的卖点跟空点 就一路下沙 结果呢 我昨天跟大家报告 因为他已经跌破第二条 等同于当他来到 第一条的主力平均成本线 因为我们的软体会有两条 就跌破第二条的情况下 所以今天大宇姿 又很不幸的跳空跌停板 同样 6488的环球晶 今天有没有收到239.25 没有的 所以很抱歉 环球晶态月线 也是一个标标准的绿灯 同样的今天旺系 旺系其实也很麻烦 他的主力心态 他是空 等同于在115块钱 你看到心态游多转空 结果也是跌破了第一条多空线 占不回去之后 昨天跌破第二条多空线 就今天旺系的股价 有没有再创波段新天 我请问各位 旺系基本面好不好 超好的 旺系基本面很好 很好 可是没办法 月线月灯主力心态空 这股票 你要换掉 你不知道该怎么换的 真的 去下载我们软体 如果说 你可以来的话 我们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全省的巡回讲座 你来你就真的知道了 那么什么叫月线红灯股票 应该不用再讲了吧 3105的穩帽 还没完 这句话是今天才放进去的 周线月线同步红灯 我请问各位 我之前跟大家预告 穩帽是主力心太多 主力心太多 主力心太多 148.25叫做月线关键价 穩帽今天已经来到了167块 好好玩哦 月线红灯的股票 拉尾盘 6223旺系 月线绿灯股票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所谓有趣跟简单啊 那我问大家 再来再来 你是主力做手 你会去拉月线红灯这个股票 拉月线绿股票 老师 学问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所以说呢 我要去拉月线绿灯的股票 去啊去啊 就到最后你发现说 你假设你有100亿啦 你这样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可能过了三年之后 你100亿只能像100万而已 主力他懂得顺势 顺着主力心太 顺着周线月线关键 还没完哦 好 那所以稳帽现在已经来到这边哦 来到这边哦 不好意思啦 我在5月31号就给你预告 麻烦请看5月31号的重播带 还没完 基本上我这个人屌 屌在哪里你知道吗 我喜欢做到股票不用遮 而且我连多空房走价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预告 再一遍哦 我昨天不跟大家预告 我说3653建策 我没有遮 我说是78.55 是建策的一个所谓的月线关键价 如果建策它跌破月关键价 那很麻烦 好看一下3653建策 今天 今天最低低点786 收盘收在80.4 精彩了 精彩了 月线低登股票 还没办法判别的 好了给大家一个机会 打电话进来了 我们的研究团队会帮你做处理 不过我是希望说啦 因为你总不能老是让我们研究团队来处理吧 最立竿见影的一个方法就是在于说 你要学习 那要怎么学习呢 我们这一次的讲座会牵扯到一些学习 那当然如果说你不可前来的情况之下没有关系 你广告中的电话把它拨通 直接去下载我们的APP 因为当你下载完之后 你一样可以跟谢老师一模一样 再一遍跟我一起念 股票不用遮 而且连多空防守价 这是我礼拜一的抠讯 这是我礼拜一的抠讯 结完了 连多空防守价我都在节目当中不小心跟大家预告 我告诉你了解什么叫做专业 什么叫做工具 让你了解唯有借由主力心态 你才有可能反败为胜 我再一遍 下个礼拜有很多新的一个所谓变革 第一个我们盘中连线时段固定时段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知道 因为你是需要知道主力心态 那更重要的一个所谓重点 这一个礼拜六礼拜天 全省的一个所谓巡回讲座 有关于大盘月线红灯 周线之绿灯 到底该怎么做 拿捏 还有如果去下载我们的APP 记得改变广告时间 拨通 另外再做 玩下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栎苏